我们是谈软的老李 老张 软这个乐器已经陪了我二十多年了 我们跟软在一起的时间 其实比跟对方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 软对于我们来说 是想介绍给所有人认识的朋友 更是我们人生路上的老师 我们将用一辈子去书写他的曲子 去探索他的无限可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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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李子元 张哲元的表演 有请我们台上的小夫妻 来到我们的时光加油站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欢迎 刚才其实小夫妻俩他们这一百秒的表演呢 就把这个非常传统的软弹出了不同的感觉 就说明这个软这个乐器它是很多变的 它各有不同的风格的一个变化 对 怎么说的 怎么说非琴不是针又像琴又像针又有像吉他的感觉 能不能来一个原汁原味呢 是吧 最能够体现出软这个咱们传统音色的 两个人也是由于这个琴来结缘 对吧 所以我还记得上次采访你们的时候 当时还绣和四首连弹 就是我们很羡慕嘛 说两个人有这样这个乐器 作为情感的桥梁 两个人平时应该是非常融洽吧 对吧 对对对 说不是一弹琴俩人就急眼 一弹琴就吵架 经常吵 现在还吵吗 也吵 也吵 我们其实就是写曲子的时候吵 但平时更多的还是玩音乐 那就不写了不就完了吗 不写不就不吵了吗 就是我们其实平时在家 就是开始更愿意去探索软更多的可能性 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种快乐 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对他再多了解一些 然后多创作一些他的曲目 也让更多的人知道 好 今天我们既是一次重逢 同时也是十年的欢剧 十组选手都是非常公平的 由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来投票决定 谁有可能成为今天的闪耀之星 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 截止到目前 成绩 人气 前三名的选手 他们分别是 相貌舞队 浪中师范师生团队 昌黎县艺术团 有点小遗憾啊 这个我身边的这个小夫妻组合啊 他们的人气没有进入前三 不过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可以在这个舞台上继续给大家 推荐你们所热爱的乐器 对 那这样有什么样的心愿 可以写在我们的时光际语上面 软是我们特别想介绍 给大家认识的朋友 还是要再多了解一些 然后多创作一些他的曲目 就是我们其实平时在家 就是还是更愿意去探索软 更多的可能性 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种快乐 李子元 张哲元 源源不断